這一項日本的HK台向日本的播出 所以我們請甜蜜代表我們台灣所有的觀眾朋友 還有藝人們跟日本的觀眾朋友打個招呼 好 日本的皆さん こんばんは 莉莉天です 今私 今私 いる場所は 台灣のエイズでコンサートの会場です 後ほど皆さんにエイズに関して ご感想を聞いてもらいましょう はい こんばんは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我們台灣最帥最可愛最酷的藝人 中華健 謝謝 はい 還有洪靖陽 洪融洪的弟弟 洪靖陽さんです はい 今天我想Mr.チョジュン 他們是第一次來台灣 而且是第二次參加這個看愛滋的演唱會 那麼第一次來這裡看到我們台灣的觀眾 跟台灣的藝人一起合唱 請他跟我們說幾句話 今夜は台灣のエイズでコンサートは二回目なんですが 今夜はここで 皆さんにエイズに関して何かメッセージがありますか まずはエイズというのが国境を超えた問題であるということ それで チョウさんたちが去年 僕が 桑田圭介さんと一緒に 奇跡の星という曲をやったんですけど それを台湾で歌ってくれて そのことによって 台湾でコンサートができて はい それで ま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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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イイальный それで えー ちょっと息切れしてるんですけど 所以 至少是 奇跡的星期間的意思 或者 這個音樂的意思 再一次 我中間也能夠確認 大家也能夠 考慮自己的機會 丟臉了 好 OK Mr.Jewen他覺得說 OK 來 OK OK Mr.Jewen他認為呢 他說 愛滋病呢 現在在任何國家 都造成相大的問題 非常嚴重 而且呢 他來到台灣知道 周華健曾經翻唱他這首歌 用這首歌來呼籲大家 重視愛滋病的問題 所以他也覺得非常的光榮 尤其是呢 他今天晚上來到現場 他也不落人厚 他也希望能夠 在今晚呢 大家能夠透過今晚的節目 能夠更去重視愛滋病 更去了解愛滋病問題 他就不需此行了 講得非常好 我想呢 這首歌呢 這個奇蹟的地球 那麼是桑田佳佑的寫歌 作詞 那麼曾經他們一起合唱 那麼這首歌 賣了一百六十萬張 一共捐助了愛滋病患 兩億四千萬日幣 哇 很了不起 對對對 所以呢 這一次的今天來 我們還把它改變了國語歌詞 這個除了快版變慢版 那麼國語的歌詞 有更深的一層意義 對不對 是因為原來是一個合作 然後我也非常榮幸 洪俊堯我相信 也非常榮幸 那我們有這個機會合作 然後我們覺得可以多做一點點 因為尤其這個是非常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原來的歌詞跟歌原來是很輕快 甚至在談的是一個很中立很 很一個人生怎麼樣 很這個積極進取的事情 可是我們覺得我們可能 有時候我們對愛滋病不公平的地方 是因為我們都好像有點 有點太遠 所以我們大膽一點點 我們的那個 往前踏一步 然後所以我們的歌詞是直接就談到 就是有關於愛滋病的 愛滋病的話 每一個人都有生存的權利 跟戀愛的權利 對 她說台灣的女孩子很漂亮 在今天來講 這個中日合唱 你要唱日文嗎 我會唱四個字母 要唱中文嗎 好幾個字母 好幾個字母 然後跳到 看看 所以我們這個 Mr. Children 還有這個 Mr.爸爸 Mr.父子 跟Mr.大父子 對 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而且這一首歌 上天佳優先生在寫的時候 跟他們唱的時候 把全宿的版稅都捐给所有的艾滋病患 那么只要是任何的人来唱 他们都免费供给 但是翻唱的人呢 都要把版稅捐给艾滋病患 对 他讲是 对 所以我想 我们那张也卖了一百二十几张 我们也努力地来唱这首歌 我们也希望呢 大家都来唱这首歌 在唱歌的当中 不但用歌声提醒所有的朋友们 对艾滋病患的爱与关怀 更希望能捐助钱来 来帮助我们的艾滋病患 今日はこの曲で奇跡の星で この声から歌から 皆さんにエースに関して 深い意味をみんなに伝えます ということです は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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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希望这个 Mr. Chulyn明年也能来 不过现在现在就要来听这首歌 日文叫做奇迹的地球 明日也来来 改成中文叫做 世纪的秘密 はい 走走 それではMr. Chulynと Emil Chulさんの スーパーコラボレーション 奇跡の星 谢谢